數字也是直接複製貼過來 那差別只是說那個規則不一樣 我們ASCII Code內瑪的位置我剛有提過就是第一個 你要找到什麼找到大寫的位置 所以大寫的位置基本上就是在65 所以應該是大於64 小於91 就是90這個區間 那因為他有大小寫的區分 當然呢我第一個想到就是剛有同學問說那可不可以用兩次判斷 你可以再判斷他是進來第一個 是在這個區 區間 或者是在另外的區間 所以你可以怎麼樣 做兩次的邏輯判斷 但問題是兩次邏輯判斷我覺得程式太長了 供一次判斷 再一次判斷 所以後來我想了第二個方法 不如乾脆把 小寫轉成大寫再來判斷 或者你把大寫轉成小寫也可以啦 反正哪一種方法都OK 因為你只要判斷一次就好了 那其實 程式的寫法 真的沒有標準答案 為什麼 因為你用and或偶爾都做得出來 and偶爾都做得出來 還有就是說你要用兩次或者是說做一次大寫下 其實都做得出來 那為什麼會選擇其中一個 我講過 最好是自己 最 覺得 簡單的方法 也最好記的方法 千萬不要故意 就是 程式應該是越寫越簡單 不是越寫越複雜 所以我的寫法 乾脆全部轉大寫 做一次判斷就好 可是你需要 找到那個轉大寫的函數 就YouCase 剛剛有講過 所以程式的寫法 我大概弄一下 因為這個應該 不算太複雜 就是把留下數字 這一段程式 負字貼下來 改哪些地方呢 第一個 就是在那個我們的MID的前面 多增加一個函數 就是YouCase 就是你把這個字 切出來之後有沒有 就先轉成大寫 所以前面的話你可以 打一個VBA點 所以原來沒有 你可以在這邊打一個 VBA點 點 之後有個YouCase 有沒有然後前刮弧 然後記得有一個前刮弧就會有個後刮弧 所以後面再多一個後刮弧 這樣就OK了 那還有同學問說呢 這個VBA點 是不是一定必要的 其實不一定必要 你可以不打沒關係 直接打YouCase 那為什麼我會打VBA點 主要是因為 我有的時候 因為函數太多 我也怕拼錯 如果你怕拼錯的話 你可以打個VBA點 它可以自動 帶出那個函數 那你用選的 一定不會錯 這個是一個 寫程式的小技巧 因為寫程式就怕寫錯了 所以你盡量像我打程式的時候也會全部都打小寫 但是你移開的時候你如果 手字有變大寫 那表示你字沒打錯 可是如果你移開 奇怪發現怎麼還是小寫 那你可能要檢查一下 是不是有打 像中間常常打一個Sales Sales 應該加S 可是沒加對不對 那如果你全部打小寫移開 你會發現那個C還是小寫 沒有變 那你就知道 打錯了 OK 那其他的話就大於等於65 或者你可以大於64 那我講過了 我習慣 加個等號 如果你不習 不習慣 加個等號的話 那你乾脆就是 就是用大於64 小於 91 不過我發現 還是用等號比較簡單 因為我看到那個 有時候還要再 想說他上面的跟他下面的 乾脆加個等號 這個問題就簡單了 好 這樣怎麼樣呢 再串接 串接部分都一樣 輸出到哪一欄呢 輸出到我們的一欄 所以改完之後呢 基本上 大概只有改 改那個什麼 U-Case 然後呢 大於等於64 小於 等於90 大概是這些 那最後的話 輸出到一欄 改完之後的話呢 我們就直接輸出 那你會發現 這個英文的部分呢 就全部輸出了 OK 當然 再來中文部分 中文部分的話呢 其實也邏輯差不多啦 所以基本上也是把英文部分複製貼過來 那 我的邏輯是這樣啦 如果是他是大於127 指的是什麼呢 RCKCO內碼表 內碼表裡面呢 最多就只有127 有沒有 最少就零 總共128啦 實際上就是8位元啦 2的八次方嘛 256 的一半 他可能是有4個 4個位元 4個Bits 然後呢 來定義這些 資料 那如果他不是在這個範圍之內的話 小於 0 或者是 大於127 那可能就是 非 數字 非英文 那其他就是中文 所以我用這種方 方式來判斷 那這邊的話呢 就直接把它輸出 那其他改的方法都一樣 那再把它輸出 剩下來的話 好像只有Nokia 是中文 那當然我是經理啦 你可以 試著找其他的資料來用用 工作如果有用到的話 那你可以 馬上盡量先試試看 如果你可以由工作 裡面的題目來練習的話 我相信你會學到更多 那最後的話 多一個所謂的清除 那清除的話 當然我們前面講過就是 你可以 用佛迴圈寫啦 不過其實以這一題來看 基本上我這個清除 不是直接 用佛迴圈寫 而是直接怎麼樣 用一個Range物件來 Range物件 Range只是範圍嘛 Sale是一個儲存格 我們之前是 4i等於 第2到9 然後去清它裡面 等於空置串嘛 不過如果今天是一個範圍的話 你就直接 指定這個Range Range B2 到F9 這個範圍 所以 後面只要加一個什麼呢 點clearcontents 就可以 我這邊清除 加個Site比較清楚 那我就直接 指定一個Range 它的範圍是 B2 你可以給個B2 冒號 F9 然後 點什麼呢 點下去會自動會 一個清單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儲存的技巧 點下去如果沒有出現 那表示你打錯 打個Cl 它會出現 Clear Contents 你就打一個 Clear Contents 多的話 它會很慢 一個一個慢慢刪除 那現在這個刪除是 整個一次全部刪除 請貴試著把這部分先完成 那待會的話 我們再來看就是 如何把它變成Function 因為Function的部分的話 就是直接插入一個指定函數 在這邊 數字個數 那我需要一個什麼呢 也是五個 五個方選 第一個方選是 留下數字 函數 應該是數字個數函數 也算幾個 第二個是 非數字個數 有幾個 第三個的話呢 是 留下數字函數 英文 中文 總共會有五個函數 那這樣子怎麼寫 前面我講過 你可以拿Sub架构 直接來 稍微改一下東西 其實就完成 那這部分的話 各位先想想看 怎麼樣可以 按確認 原始資料給它 它抓到了 然後按確認 自動向下填滿 會自動算出 應該算出幾個 它會算出裡面有幾個 數字 原始資料給它 按確認它會retend一個結果 然後放到這邊來 這個流程前面方選有寫過 是互動式的 所以你第一個 要先給它一個原始資料 然後第二個的話 這個原始資料進來之後 你要做什麼呢 當然就針對這個原始資料裡面的資料 一個一個的就把它做切割 切割來判斷 是不是一個數字 是就加一 有沒有 那這個方 感覺上跟剛剛那個sab 還蠻像的 不過呢 差別是sab是 直接抓上面 看到資料 方選是 你提供給它資料 所以這部分的話 我想 各位可以延伸 想想看 如果可以的話 盡量 用自己的方法把它寫出來 看看 就要來賣 就要給它 那些東西 就要做什麼 解釋 你 那些東西 就要做什麼 就要做什麼 這部分 就要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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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